大家好,欢迎收看发言成语,我是雨晨 去年的时间过得似乎比往年的都要快 一转眼已经到了温哥华最适合户外聚会的8月了 疫情非但没有给温哥华的楼市带来严重的影响 还出现了多个地区一防难求的状况 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给出了楼市火热的五大原因 那么7月的数据又会是怎么样呢 7月份的数据可以用惊人表现来形容 超过了过去三年任何一年的7月数据 达到了3145单的交易 比2019年的7月2567单的交易增加了18.38% 比2020年6月份2447笔的交易增加了22.5% 其中独立屋售出1134套 比6月份增加了33.3% 连排城市屋售出534套 比上个月增加了32.2% 公寓售出1404套 比上个月增加了13% 从总体的销售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公寓的销售量虽然比上个月有所增加 但是明显要低过其他两个房型的 7月的公寓的新房源出现了近半年来最大的单月的上涨 总共的新盘有2961套 比6月增加了35.9% 但是销售量却比6月只增加了13% 可以看出买家的公寓的需求在减少 公寓新挂牌量的大增推动了库存量 使其高于前月 但仍低于去年的同期 因此即使总库存量降低 但随着新上市的房源正在快速的进入市场 扼杀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达文地区的公寓的价格还没有看到恢复到2018年的这个分值 而且正在从这个高点下降 尽管销售量有所上升 但自疫情发生以来 价格还会持续下滑 下面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公寓挂牌量大增的原因 以及走势的分析 各城市成交数据呢 我们会在另外的一期视频里面给您详细的介绍 公寓新上市房源的门涨导致了价格的疲软 其实有以下五大的原因 第一大原因 疫情大大影响了短租和长租的市场 短租基本停滞了 大部分留学生回国 也导致这个长租的市场非常的薄弱 投资公寓的投资人会考虑换手 第二 因为公寓保费的大幅的增加 使得公寓的持有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投资回报也会相应的减少 第三 因为疫情大家需要保持距离 需要通风等等社交的措施 使得居住在公寓变得比居住在独立屋 更为的不方便和不安全 有很多公寓的雇主想要卖掉公寓 换成house 换成独立屋 第四点 公寓的价格自2015年以来几乎一路的上扬 一直到2018年的7月达到了顶分 那时没有出手的卖家会有一点点的后悔 所以现在想要纷纷出手 第五大原因 有一部分刚刚交房的新楼盘的买家 也因为几年前买入的楼花会有一定的利润的空间 所以想套现走人 所以作为公寓的卖家 要清楚的了解现在的行情 并清楚自己的换房的需求 要做到精准的定位和定价 在众多的房源里面才可以脱颖而出 才能实现您的卖房的初衷 对于独立屋市场还是老神常谈 低价位性价比高的 旧房大地非常的受嘴捧 甚至几十个买家抢一套房子的现象 每周都发生好多次 不管是温冬 温西 西温 本奈比 甚至是宿里 Ebsford 独立屋的市场都热得发烫 这个现象 我在上期的节目 已经有分析原因了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的控制 政府补助 以及贷款年期支付 这样的政策的取消 我个人认为 独立屋的火爆现象 也会有所降温的 所以对于买家来讲 我的建议是可以再等一等 非常感谢收看我的频道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任何的问题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